山东老吴,在海鲜网上买了两个公博贫瘠的龙羊,花了一万多,拿到货后发现吃药了,联系了卖家呢,对方拒不退款,公博贫瘠的币怎么会有假的呢? 于是报了警,签出了一桩千万级执售假冒贫瘠币的答案,警方在荷兰货家县,湖北武汉兴州区抓获了四人,看看收出来些什么东西。 公博盒子比两百余枚,大量假币都是中高端品种,美国PCGS盒子比十几枚,都是高端真品,裸币假鱼元一百枚左右,总价值在一千万元以上,还有密封鸡,假盒子,假标签,包浆药水等,这个团伙在海鲜网开设售假账号店铺多达五十多家,向全国各地钱币爱好者三百余人销售了假冒产品。 目前呢,警方已联系到一百多人,其余受害者的联系尚在持续更进中,这些假币假盒子的生产厂家,主要集中在荷兰省南阳市一带,多家工厂呢,向全国各地,多家生产组装假盒子假币的团伙提供了源头产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